这个石天干的起源,你明白吗? 又是一个千古谜团 从古至今,现在虽然科技丰富了 但是没有往这方面去研究 所以非常可惜 古代的天文家沈阔曾经总结过一篇 很有道理 我们可以听听看 这个首先说它的起源有很多种 有说用人名的皇帝的手下 或者是天皇室 天干地之 就单纯以人名来对应天 觉得有点狭隘了 有点本末倒置了 一定是在天丞相是第一 一定是有这么个东西 还有一个一定 那就是一定不离开这个十个数字 这个太太说的那个了 但是它这个数字之间一定是有道理 一定是十等分 那就三个一定了 那这个 那这个 比如说甲己和土 一和六 那它就是 因为甲一柄那物极更新人鬼嘛 那甲是第一个 那己是第六个 就这样 那在河土里面 它就是水的位置 那二七一根就是金 当然你这样算下来啊 它这个五行好像又是一种新的排序方式 那相撑相克也不是直接相对应的 所以又搞不出几种道理了 现在人家乱编 给它编在一起 没有把人家河土都改了 开玩笑 而且这个河土啊 我们想象它一定是一个天垂向 一定是个立体 至少不是你纸上画出来那么一个平面 包括八卦在内 都是立体 所以你想问题 你就算研究你也有思路 不能乱搞 你古代的那些字拿出来 我们可以去映射去查那个甲骨文 但是也很难 所以我们还在路上 你古代天文学家沈库说的 那就我们上学的雪国木齐比他呢 还有一个概念叫风龙则画 就是甲己之年丙作手 然后丙银丁卯无尘 到这个陈月 那它是雾尘 那可见这个就是土 化成了土 这个也是反推 那这个土雾极 就是在 这是天门 这是地户 这是天门 阴阳之气由地户而生 所以 这个时候 脚康脂肪行为气 这个就是龙脚的位置 天象 也就是这个时候 天上出来的是那种 雾极黄土之气 那不叫到天上 就不叫土了 那这样一圈下来 也是 所谓的 武虎盾 那我们 稍微从业 可能知道这个 这个 就是它的一个 反推的一个例证 来源 那但是它究竟是 究竟是什么 这个就太难了 我们下一个 讲地支的时候 还有迹可循 但是天干 它 你想 天 它就主能量 主气 你本身也就看不到 但是它这个规律 你也可以用 一些 数理 逻辑 又算出来 只是这个 千古之谜 太难了 我们慢慢在研究 以我这个 个人可能将来吧 然后 说天干 就是天上的干扰 地支 就是地球的支撑 简直开玩笑 但是 说大树 那就更 巨像 那 那 那